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的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樣很可笑的事 首先第一樣就是周小龍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是哪個Chicky Duck的前創辦人 因為好像全部收拾了 他就用中國銀行失敗 失敗 中國銀行不讓他用 取消他的戶口 為什麼 翻查之下原來是他的戶口沒有錢 被人取消了 然後發脾氣 說真的 他很重視中國銀行 因為如果你不重視他的話 你不會發脾氣的 OK 這件事到底是怎樣呢 有多可笑呢 我們稍後就給大家看 第二件事都很可笑的 就是美國有一個人 就叫做羅琦 就是摩基斯丹尼的亞洲區的前主席 美國人 他就說他為了香港好 所以才唱衰香港 多謝你 真是多謝 真是多謝 這個是打者愛也的概念 我也挺愛他 可不可以出來給我打幾夜 對不起 表達不到我愛也 打幾十夜 OK 真是 這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可留言 留言問熱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周小龍在日前 在他的社交網站發脾氣 就說他的中國銀行的戶口 突然之間被中國銀行取消了 又說很憎恨中國東西 又說很憎恨性等等的東西 但原來你一直都在用中國銀行的 OK 接著發脾氣 就說中國銀行缺乏商業操守 又說 還說香港是亞洲金融中心 那麼中國銀行取消你的戶口 關香港是不是亞洲金融中心什麼事呢 關什麼事啊 完全不關事 那為什麼中銀行取消的戶口先 原來他沒有銀融 那你沒有銀 放在銀行那裡 銀行取消你的戶口 是很合理的 這個周超龍已經是整個 前銅莊連鎖集團 Chicky Duck的老闆 他名下的中國銀行戶口 他自己就說 突然之間被人無故取消 他還說中國銀行沒有交代過取消 他的戶口的原因 然後搞到一件事好像很大 然後他還要接受媒體的訪問 然後就批評中國銀行的做法不合理 他罰商業的道德和商業的操守 他強調他自己是沒有犯法的 雖然就說 他的戶口存款達不到最低的限制 但也不應該取消他的戶口 那你也知道自己死在哪裏 你不用這樣吵吧 那他就說 那裏唱好又亂轉字 又字及輕 又說要做亞洲金融中心 這裏銀行就取消別人客戶的戶口 有沒有搞錯 其實他也知道 他的銀行存款等於零 那你銀行存款沒有的時候 人家不再為你提供服務 是很合理的 這一個的周小龍 就是在20號的時候 在社交平台發吵架 並且上載了中國銀行 戶口的提款卡和他的信件 中銀行在信裡 沒有跟他交代具體的原因和情況 就說根據銀行的服務條款而作出決定 大約一個月之後就生效了 要求他在下個月20號之前 去到官行的分行裡辦手作 那他官行分行其實 即是他要在英國飛回來 英國沒有官行的 那他敢不敢飛回來呢 周小龍就說 戶口被取消的原因是 因為他的級別是中銀理財 根據官方網站的資料顯示 戶口最少要有100萬元才行 但是他就向媒體表示 他早已拿了很多錢走 即是甚麼意思 當然他要說到他早已拿了很多錢走 而不是早已敗了很多錢 總之他就說戶口已經是不加100萬 那他還說沒有人會再放了千元中銀 那我呢 喔 OK 喔 即是在他心裡我不是人 我是神 那不行的 OK 當然我也是人 只不過不是他那些人而已 OK 那他就承認 即是記者再放下去 那你的戶口不夠100萬而已 他就說 是 我沒有100萬 那 然後他就說 不過 都不應該 是 取消我的戶口啊 是不是 那是不是應該 打電話來英國這裡 在那裡 先跟他講清楚 先啊 先聯絡一下 先啊 而不是直接取消他的戶口啊 如果你還有100萬的 那應該是 但你都沒有錢在戶口那裡 你都沒有甚麼 銀用的時候 那 人家真的 那麼好服事嗎 大哥 是不是 他就說 在中銀的戶口開了10年了 咦我呢 我多了他倍幾 OK 他說一直都相安無事 即是在2019年 反手裡暴動之後 他仍然是有使用中國銀行的戶口 即是跟十二門圖那邊的人一樣 即是繼續是用中國銀行 十二門圖那些都是 他說 那 即原有態度都很友善的 但現在中國銀行就是 沒有公開說他被取消戶口的原因 是欠缺商業道德 證明了這家銀行是人質 而不是跟制度做事的 但問題是 你其實不是說了為甚麼 中國銀行取消你的戶口嗎 你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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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錢放在這裏 那 人家當然理你也傻吧 他就說自己沒有特別的損失 只剩下一些仙股 放在銀行裏面 一到沒有拿出來 是因為中銀行要逐隻收手續費 我相信那隻仙股是甚麼股了 那隻仙股是蘋果日報嗎 賣不出的了 OK 他跟著就說 哎呀 香港不行的了 這頭唱好 由自給興 做亞洲的金融中心 這頭就取消客戶的戶口 我又不是犯法 要不要取消這麼急 其實呢 人家可能是取消得很不急的了 你可能沒有錢了幾年了 沒有錢了很多年了 現在才取消你的戶口 都不急的了 OK 真的 這個周小龍就說了 自己60歲了 現在就是合資格拿這個強積金了 幸好他說自己香港有另一家銀行戶口 如果不是提款之後都不知道怎樣入帳 那這些是不是政府對付NPF的新招來的 年輕的就說你BNO 跟著呢 夠稅數的呢 就取消你的戶口 等你的錢走不了 其實大家知道這件事是不關你的稅數事 和不關你BNO事的嘛 這件事 是你的銀行戶 銀行全款等於零 那怎樣跟你再開戶口下去呢 你都沒有錢 是不是 跟著呢 他就說不會聯絡中銀處理 亦都不會回香港處理 就說可能遲些 銀行就說 還欠他錢也不出奇 這樣 那他講得這件事 那可能他真的欠銀行錢 是不是開玩笑 真的 他就繼續說了 說Tricky Duck的公司戶口 都是用中銀的 暫時未受影響 不過呢 這個戶口呢 之前呢 是借了政府錢的 他用了 政府的中小企貸款計劃 由 政府做擔保人 跟著呢 Tricky Duck就倒閉了 他欠政府的錢呢 沒有的 沒有還的 他說 我打算一邊做生意 一邊還給政府的 政府做擔保人 現在他弄死了Tricky Duck 那為什麼決呢 哪隻聰明斗 竟然間是批 政府那個 中小企貸款計劃給 Tricky Duck的 哪個聰明斗批的 大哥你出來 來啊 拍檔啊 拍他啊 拍他啊 還批給他 什麼搞錯啊 這件事我會跟進去的 什麼搞錯啊 跟著呢 就 講這一個 的 美國佬 美國人 美國人 前摩根史丹利亞洲的主席 史蒂芬羅奇 羅奇呢 就說 有一個香港玩原論 那麼 惹來很多不同的關注 跟著呢 他在日前 就再補飛 就說 不是啊 我想香港好 而已 所以才唱衰他 哦 我都覺得 我看到你的樣子 我有些 愛你 你過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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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者才可以表達到我的愛 打者愛啊 愛者中了兩夜 你過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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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真是 激氣啊 真是 如果想 如果中國希望香港的未來更加好 就要做兩件事 是 修復自己的經濟 以及等香港自我管理 他現在正在做什麼啊 這個羅奇 他正在做耶魯大學的高級港師 他在星期三的時候 在彭博電視台 美國彭博電視台就好了 北京 首先 能夠做的就是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修復自己的機制 北京還需要更加積極和透明 強調維持一國兩制的決心 等等 一國兩制從來都在維持著 還要做些什麼積極透明的事情 一向都是這麼透明的 一國兩制的 大哥 他又說 解決中國經濟的長期結構性的問題 不是這麼容易的事 北京那方面 想壓制通縮 以及房地產市場 滑波的問題的舉措 到現在為止都是微不足道 但是 其實我們的國家是想整塌樓市 整塌了很久了 住房不炒 說了很多年 那你堅持是和國家搞對抗 那 沒有法的 說了這麼多年 是不是 他早前還在英國金融時報專欄裡面 就說 香港股市陷入困境 象徵著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成功落幕了 就說香港完蛋了 玩完了 你又是涉及到香港的政治 中國的經濟和中美的關係 沒有的 那作為一個美國人 他講這些東西 還要在美國賺食的 都政治正確的 對不對 但這些就不是說 就是為香港好而發表的一些 有用的論調 這個邏奇的言論引發了很多 香港重磅政商界的人士的反駁 包括 港交所謂主席史美麟 就斷言不同意這些悲觀的論點 就說 時不時都有人預測 這麼多年來 時不時都有人預測 香港已經是窮到沒老 但我們又一再證明他們是錯的 時間可以證明一切 而 葉太葉劉淑儀也曾經是 致信給金融時報 就說 聯儲會加息 和其他美國的政策 即是聯儲局加息 就是 我們香港股市陷入困境的一些根本的原因 而且 說真的 經濟的發展好與不好 是不可以 只是用這個股票市場 是做一個 叫做 叫做 成績表 是沒有意思的 你只是看股票市場的話 你想想 日本的經濟點 股票市場 一樣是趙星 美國經濟點 股票市場一樣是趙星 沒有意義的 這些事情 股票市場是炒出來的 而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電台節目 訪問的時候 亦都說 羅奇的言論在這裡嚇人 與此同時 匯豐控股 即是匯豐銀行 的行政總裁 其要連接受彭博訪問的時候 亦都不同意香港玩完這件事 他有信心 就是香港可以維持到 國際金融中心的利位 繼而連接內地亞洲和環球資金的一些橋樑 很明顯是 跟羅奇所說 是完全錯的 是完全錯的 跟著羅奇還有說大灣區的事情 他就說 大灣區是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概念 准許我們香港發揮作用 但是深圳等其他城市 可能發揮同樣重要 甚至乎更重要 所以他說 香港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 是甚麼 羅奇 你說這幾年都有回來香港 但是你有沒有去過內地 你去過內地 你就知道其實 內地 那裏 我們香港可以參與更加之多 而內地可以令到香港進步更加之多 OK 真是 所以他說的基本上是 以美國為一個出發點 而不是為香港好 而作一個出發點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明潔聽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文潔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